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跟一个女孩表白 女孩答应了 这叫有结果 如果演讲只是说说而已 没有结果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本堂课我来教大家如何有结果 各位同学在听完我的演讲之前呢 可能也去过一些和演讲有关的课程 有些老师会教你如何幽默 如何让别人愿意给你鼓掌 这些课程没有好坏之分 只是偏向性不同 比如我的课程更偏向于教大家如何取得结果而非掌声 因为在我看来 有结果的演讲一定有掌声 有掌声但不一定有结果 如果你认为结果很重要 那么这一堂课你一定要认真听 首先大多数人在讲话的过程中是不能获得结果的 这个大家认同吗 因为对于获得结果或者说成交这件事情 很多人是可以感到恐惧的 我曾经路过一堂课程 这个课程的屏幕叫你敢收钱吗 说实话 直面你敢收钱吗 这几个字其实是对我们讲话过程中的一个反思 当你的客户真的面临的时候 当你真的在跟对方聊天能够获得结果的时候 你最后在临门那一角你敢勇敢地开口吗 很多人是没有这个勇气的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讲话没有结果有三个原因 第一 不好意思 明明很想要却不敢说 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学生 他的名字叫孙宝青 他曾经学的是服装设计 后来专门做形象老师 致力于帮助别人改造形象 他学的大量如何帮助别人改造形象的技术类的课程 也服务过很多的客户 做得非常好 但是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 周围很多朋友找他帮忙 说宝青你能帮我打扮得漂亮一点吗 我怎么能够去搭配衣服更好看呢 每一次他都会很热心地去帮助别人变得更漂亮 但是他从来不敢跟别人说 亲爱的 如果你需要我做形象服务的话 我是需要收费的 他从来不敢跟别人谈情收费这件事情 觉得抹不开面子 不好意思要钱 对方也觉得反正你是做改造形象的 咋咋交情好 还掌什么钱呢 但结果就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他大量的做了这样免费的事情 加上自己全部的收入又用在了学习上 导致他没有现金流更好地去发展他的市场 很多人不好意思要钱的原因是对自己产品的价值 和对自身的价值感认知识不足的 觉得不好意思要那么多钱 所以明明很想要却不敢说 其实勇敢地开口 跟对方说出你的价值 让对方付费 这是个对等的 我有一个很好的产品给到你 那么产品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你想要得到这个产品就应该为之付费 要克服这个障碍 首先你要认同自己产品的价值 认同自己的价值 八年前我是一个礼仪形象的老师 那个时候我认为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那么为人师表最重要的就是 传授给别人知识 我怎么能够去享受课程呢 我怎么能去卖我的课程呢 如果你们认可我 喜欢我 那你就来买我的课程就好了 所以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在帮助别人之后 教会你们一些内容就可以了 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不敢要结果的时候 整个公司业绩就不是很好 很多人都会对我说 晚清老师 你的课程讲得太好了 可是他们就是没有人愿意 来掏钱赴后面的课程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 教授给别人知识 还应当获得这些价值的报酬 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一个团队的领军人物 不应当仅仅只是别人夸赞自己 认可自己就够了 还应当为企业和团队的发展 有更好的取得更高的业绩 对不对 其实如果你不说 你怎么知道对方不愿意为之付费呢 其实当对方愿意为你付费的时候 也就是你价值最大的体现 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 说话没有结果的第一个原因 明明想要 却不敢说 第二个 害怕拒绝 当你想着到结果 当你想要让客户成交 当你想要让领导认可你 当你在工作或者销售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因为害怕拒绝 很难以迈出第一步 因为你害怕被拒绝 在开始行动之前 就已经考虑过无数个被别人拒绝以后的可能性 你对这个可能的结果感到恐惧 正是因为你害怕被拒绝 所以你不敢说 你不说 你肯定没有结果 害怕拒绝 是大多数人不敢开口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你害怕拒绝的时候 你应该告诉自己 所有伟大的人都被拒绝过 马赢曾经也被人拒绝过无数次 马化登曾经要把公司股全销售出去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拒绝过他 董明珠在做格力空调的时候 也在一线做销售被人拒绝 没有人是从来没有被人拒绝过的 所以被拒绝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而每一次的拒绝 都会让未来的我们更强大 不要害怕被别人拒绝 调整一下心态 把每一次的拒绝都看成是 人生进步的一个新的起点 这样我相信你会有更大的突破 这是说话没有结果的第二原因 害怕拒绝 第三个原因就是 太在乎别人怎么看 从害怕拒绝到太在乎别人怎么看 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朋友转行做了销售 他说 王秦老师 我是绝对不发朋友圈告诉别人 我在做什么的 太没面子了 要是我的朋友知道我在做销售 他们会怎么看我 我说亲爱的 你想太多了 大家都很忙 没有人偏偏研究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如果你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就没有办法活出你自己的模样 你会畏首畏尾 当你没有办法活出你自己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为结果负责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支持付费领域的老师 那么他每一次每做一个动作都会 有一些东西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别人怎么想我 我在做这个动作 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不专业呢 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 别人会不会不认可呢 我说亲爱的 既然你已经决定做了 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担心呢 把担心化成祝福不是更好吗 而且去做别人认为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也许这就是一个机遇 当你真正的做出结果的时候 那些曾经不认可你的人就会重新来认可你 所以亲爱的 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怎么看 你要在乎的事情 当别人不看好你的时候 你依然要做出结果 这是今天和大家说的 讲话没有结果的三个原因 第一 明明很假要 却不敢开口 关键是 先要认可自己产品的价值 让别人为了这个价值付费 二 害怕拒绝 你要相信再伟大的人 都曾经被拒绝过 每一次拒绝 都是为了让未来的你变得更优秀 第三 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 即使别人不看好我们 也要努力做出最好的结果 希望所有的同学听到今天的课程 可以反思一下问问自己 以上三种说话没有结果的原因 你依妨过吗 如果你有相同的问题 那么你获得结果的速度一定会简单 因为每一个点都会让你影响 取得结果的速度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每一个人在整个社会当中 最快速得到证明的就是 你能够迅速得到你人生想要的结果 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怎么看 当你等到你有结果的时候 那些不明白的你的人自然会明白 那么怎么讲才能够让自己又获得掌声 又获得结果呢 在这里我想提醒所有的同学 真感情就是好文章 任何的讲话都要发在你的内心 你就能够赢得更多的掌声 未来的课程我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说完了没有结果的三个原因 那怎样说话才有结果呢 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三个点 第一 你得有明确的目标 就是对方跟你谈话 你在台上演讲 你在做汇报 你在做录业 任何情况下你都要问自己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目标成交你的产品 让顾客记住你的理念 还是有其他目标呢 在这里我想提醒所有的同学 在你讲话的时候 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点 要在什么时间点取得什么结果 站在演讲的舞台上 其实每一次上台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我见过非常多的演讲者 时间到了都没有讲完 甚至连重点压根都没有讲到 我参加过很多次录业 也见过很多人录业 录业往往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比方说 我们台下投资人只给你五分钟时间 那么你如何在五分钟时间内 介绍你的产品 你的服务 你的愿景 可是很多人一讲就会超时 前面讲了很多废话 但是关键的地方没有介绍清楚 有的人讲到五分钟 连自己企业是做什么的都没有讲清楚 你看着自己就是典型的 对没有时间概念和没有明确的目标 如果你确定了五分钟之内 你要达成的结果 那么你要调整你所有讲话的逻辑 调整你所有的内容来实现这个目标 永远不要陷入这个东西 我认为很重要 只想你自己认为重要的 这就是一个误区 因为对于听众来说 你表达的效果有很多方式呈现 不仅仅是说重要的话和重要的事 更重要的是你讲话的逻辑 你呈现的形式往往才是最打动别人的地方 开始讲话之前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 例如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汇报工作 那就是要明确上司给你的工作安排的内容 那么你要明确的做反馈 你希望上司在你这里获得什么结果 你希望他对你有什么新的认知 例如你要做的事情是录演 你要明确你希望在路演之后 别人是投资你的项目还是只是认为你的项目好 在我们开始讲话之前 每一次都要从结果开始反推 当你明知道你自己的明确的结果的时候 即使你反推回来 你就知道你的路径该怎么走了 切记不要拖沓 也不要贪心 好 这就是让你说话有结果的第一个注意事项 明确你的目标 做一个演讲者 你站在舞台上的目标是什么 是打动别人 是让别人喜欢你 还是希望别人听完你的产品之后 现场直接购买呢 不同的目标 演讲的内容和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让说话有结果的第二个注意事项是 要研究如何打动对方 这个非常重要 我见过很多同学演讲的时候 一点也不关心下面的听众 就自顾自的说 结果刚开始没讲几分钟 台下的人就开始玩手机了 这样的人只关心自己讲什么 享受自己讲话的过程 根本不在乎听众的反应 这样的演讲是很难获得结果的 想要让自己讲的话有结果 你要去研究听众关心什么 需要什么 你讲的内容和他们关心的 他们才会为止买单 那么怎么研究他们需要什么呢 首先你要了解听众的群体是谁 你要演讲的对象是谁 是老板 还是你要找投资对象 还是希望听众销售产品 不同的人群肯定是不一样的 打动他们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要去研究这类人 人群的共同痛点 同一个群体 有的特点是有相似性的 比如说女性的痛点 怕衰老都爱美 都怕自己不被重视 家长的痛点是怕自己的小孩 学习成绩不好 不同人群的痛点都是不同的 如果你在未婚女性人群中推销 婴儿女iPhone 肯定是没有人买的 男性和女性的需求不同 女性当中宝妈和不是宝妈的需求不同 在职场中的女性和没有工作需求也不同 不同的年龄层次需求也不同 你要知道你的听众是什么样的 他们有什么样的痛点 才能够知道自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必须要明白这些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给他想要的 你就能够获得你想要的 永远研究打动对方的内容 研究他的群体 研究他的痛点 这个时候 你可以很好地去设计你的讲稿 让说话有结果的第二个重点就是 要去研究你的听众 第三个要点就是 要有突破的勇气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每一次半张商会都是亏本 为什么呢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瓦琴老师 我每一次办会议都只是为了造势和宣传 什么叫造势 就是我办的这场会议为了答谢我的客户 有这么多人来参加宣传的目的达到的 这就叫造势 他认识我之前 办的每一场会议都是亏本的 我说你这样不对 每一场会议都要有它的目标 自从认识我之后 我帮助他调整了整个会议的流程 调整了整个方向 有一次来了七十多个客户 我就帮他在现场做到了两百多万的印额 你看我这个学生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勇气 不敢开口 也不敢跟别人去要结果 当他把产品的项目告诉别人的时候都不好意思问别人 所以其实大多数人财富都是被自己挡在门口的 人们其实是愿意跟你发生一份链接的 当你收取对方奋用的时候 其实创造也是你们一份链接的开始 也是彼此认同价值的一个过程 当我辅导完他们之后短短半年时间 现在他们每一次招商会都是挣钱的 而且自己也可以越来越自信的站在舞台上尽情表达了 业绩也变得越来越好 在我周遭的学生当中有非常多类似的情况 而大多数人其实就是缺少一个突破的勇气 所以我建议你要去和愿意突破的人交朋友 他会不断的鼓励你去战胜人生一个又一个结果和困难 他会鼓励你去赢取人生想要的结果 这就是我想教大家的 要有突破生命局限的勇气 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别人生想要的结果 总的来说赢得结果比掌声更重要 当你有结果的时候别人愿意给你掌声 因为他对你这份价值的认同 那么我希望听到我课程的各位同学也要去关注结果 关注结果你同样可以获得掌声 这就是我今天课程的内容 一个结果比一个掌声更重要 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做一个有方向有目标 有自己人生影响的人 然后勇敢的对自己人生的价值大胆的去要求 大胆的去跟对方表达你人生的价值 也同时勇敢的去争取本该属于你人生的价值感好吗 这就是今天的课程 最后我来做一个总结 导致人们说话没有结果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明明很在乎却不敢说 第二害怕拒绝 第三还在乎别人怎么看 如果你能够突破这三点 我相信你的人生会有一个很大的跨越式的进步 让我们说话有结果也有三个重点 第一明确你的目标 你到底希望这次谈话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第二研究打动对方的内容 永远讲对对方有帮助的话 第三要有突破的勇气 要有勇敢说要的勇气 只要你勇敢要 一定会有人认可你 好吗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希望所有的同学都可以认真的去练习 大胆的去突破 我相信你的人生终将变得更加的挥缓 期待下次课程 我们再见 谢谢